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对DQ事件的公投 亦都在选举的过程里面 DQ一直是一个议题 但是今次九龙西的赢 刚刚对手就是DQ事件的主角 这个就证明了市民对DQ事件 其实是他觉得政府没有做错 DQ这个事件也不是一件负面的事情 从选举结果 我认为市民是很清楚反映一句讯息 市民其实不认同议员是用宣誓的平台 去搞一些花招或者不依法宣誓 市民都清楚告诉我们 议会是做事的地方 不是表演或者宣扬港独的地方 港人港地好像是六八九给钱 是的 当然了 这次包括后来之后的谭耀宗也有这样的论述 我实际上觉得我没有一拨 因为当日是你们说香港人闭上眼 不用管了 就算派一只猪出来也要投 这个是代表你们反DQ的 罗冠聪曾经对他说过 如果我们拿回的议席 就是代表市民不认同TQ 不止罗冠聪 其实很多个KOL都这么说过 包括图结都这么说 如果基于这个基础下 那就是说起码九西的市民 是因为政府没有做错的 不过我又平衡一些空间 因为莫乃光就说 你民建联一这么说 就是不尊重他的选民 是转移他的视线 我当然觉得转移视线是莫乃光 不过谭耀宗是被我捉到的 在选举之前那天星期六 他接受有线的访问 有线问如果你们建制派他输了 是否代表市民反对DQ 谭耀宗说又不是 因为要赢选他就很多对因素 就算我们输选他也不代表市民 吴建雄去谭耀宗说 这些永远都是 其实老实说 事后恐名 事后分析的东西 其实全部都多鞠鱼 你两个问心一句 两粒子弹都可以改变了 台湾几年的命运 现在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观察 这个感觉去做节目 好了 我真的要逐样说一下 虽然都说了几个 但你对他的辣度不够 第一个人要吵爆他 就是张宝华 有些人有自己分享的 因为张宝华也吵架泛民 说你们这样玩 又在宣誓 搞到今时今日 其实张宝华表面上都扮了一个 叫做雷黄丝人士 雷黄丝也不是黄丝 又要去找食 他最主要的论述就是 你们在议会里面都不醒目的 你们两个乱宣誓 就是这样那样 第一 张小姐 第一 之前每个人更加玩的 玩得厉害的 都仍然是可以进去的 所以有个期待 第二 就算完全 你能不能正经八百 正经也好 他要搞你 一样搞而已 那也不清楚 而且本身议员就是有权去玩东西 根本就是要玩东西 现在根本就不落在白色恐怖之下的 没有说错了 你就去支持他 你这些是猛的 是猛了的 就是把那个 合理化之后的所有释法 现在的行为 DQ 其实泛民也是 因为你们仍然去参加这个选举 其实昨天参加投票也是 不过我们已经去正展招土派 如果不是 我如果有看我的post 我都认为最合理的就是 杯葛选举 我都说由签确认输参加 迎音乐局选举 就不应该选举了 你就是在白色恐怖之下 次落深茶 又要这么说 包括我们自己 或者本土派的朋友 为什么我有时候说的东西 有时候很难说的东西 就是 你不在那个位置说很容易 你现在的问题 譬如说给本土派 我看到的是本土派 进去你们会做到什么 或者你们能力 很简单 就是做到什么 其实变成了一样 是类似泛民的 这些人都说 你异架就泛民化了 你泛民就泛民化了 其实当天 就是在表票方面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在节目中说过 我和林匡正 我记得是在一个studio 不知道是开咪还是off咪 其实我那时候是批识 就算你梁天琦 即是你们偶长的梁天琦 什么黄台仰 所有人进去 陈浩天 我相信他们都会发文化 虽然现在 不能永远不知道 好了 他们不发文化 跌倒 他们发文化 打算拿资源 又被你们吵 其实郭英说 是不能搞的 是唯有革命的 是设计到你怎么办 没得搞的 无法搞的 其实根本就没有意义 说真的 就是问题是 谁敢反胎 何时反胎 你怎么做 即是凭什么反胎 是的 凭什么反胎 老实说 有些事情 譬如说余英时 我们也会讲少少的 那个长访问 我上个星期六看 这么长调 你看到我 好了 谭耀宗又不讲 昨天你们说的 即是 即是Q仔已经去到 当然 其实我要为他補少少票 他整个所谓的本土派 其实他最仇怨的 是陈雲 未必是我跟你 是陈雲 王阳达 排第一 我们这些可能是排二三三年 根本他想写本土派 就不是犯本土派 即是不包括本文前 他都提出 是针对等陈雲跟 但是你整个开口 本土派本土派是垃圾 那你就吵了 你搞到别人就要乱坐 而且要吵你 说真的 就要这么说 我不要说陈国强的那些 参不参选 尤其是你自己作为评论人 其实一个人在那里 如何评论 你可以不同意 就吵回去 不代表要参选 那我们就会说 你不想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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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移民 为什么要说这些什么意思 完全不根据事实 好了 那当然 参选你不是说戒票 当然 不参选又吵 我们讲短一点 昨天说了 Swa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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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不到你们会说的 我都想了很久 我说不说Swaner Swaner是谁 一只号称圣姑 以前在加拿大好像做会计 以前一年都回来一两次 都会上去迷米做节目 很惨 以前在人网上很多人留言 就说姓姑 对老少 就学着那些人不要这么做 他就特别喜欢上邵生节目 有时候就会去刘雍节目 后期都没所谓 我们自己怀疑 甚至乎我曾经怀疑 我只是想想 他是不是跟蕭生年轻的时候有一腿 或者不是有一腿 是有些男女 没有理由做到那么好朋友 有些傾慕的事 我不知道 这些东西我才能说 那些东西我不知道 那为什么我说 我要想想我说不说他 因为盛姑其实和我都蛮有交情 其实我第一次 我们南方去搞一个聚会 在印度会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来 那次 盛姑也有来 盛姑个人好 他其实本身也跟我有时候 以前的PM都会讨论 大家提点一下我 或者讨论一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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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的 人真的没有事 你从我面上的角度看 我相信他年轻人挺漂亮的 现在也不差了 你始终五六十岁六十岁 那些不差 那我们就不用那样貌来评论 我不觉得他心地很差的人 但是盛姑这一篇东西 就很显示了 他们那种类人 那种思怨 而他和毓民有什么思怨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他和毓民的思怨 就可能是好像 那帮迷迷粉 或者外面共产党 那些人看到的东西 如果用一个时间 或者你继续听王毓民的节目 包括我们的节目 很多朋友都不喜欢王毓民 王毓民这个人真的很奇怪 去年他的节目里 譬如看毓民一场 也有很多人吵架他 在下面也要看 等于那些人要看我 那些节目来吵架我 不要这么想贏 我一会才会招呼那些人 我不知为何他会 这件事实际上 只要把这些事情 推卸了 觉得 给一些你自己不对的人 我想你会感到舒服 一些 觉得自己的失败 或者自己的懦弱 我唯有是这样想的 但是所有事情 你可以吵王毓民 慢慢想都没所谓 基于一些事实的根据 他说 教主王毓民用焦土政策 零投建制 不投泛民 首先 王毓民在这方面 他是落后的 他的思想 是不够进步的 好人在 他是我的朋友 以及我也当他是半个师傅 就是长辈 如果不是在以前批斗的时代 他这些已经是很久落伍的人 要跪玻璃的了 因为他不止一次是反对焦土的 他没有说反对 他没有提过 反对投给建制 但是他反对投给建制 一跳不投对家 他是这样说的 好了 他说今次更特別派遣叶普城打手去街站助选 首先我要这么说 叶普城打手去街站助选 我们有哪个这么有型去助选 我真的要给一个处理 有没有人拍照 王安石 发掘到那些 拍照和助选是两件事 要搞清楚 还有那些是否算打手 去支持王毓民 如果是这样的话 真的好 没有空 即是说 如果你是这样去拍照 在民主选拟里面 都要上纲上线 我真的很怀疑 不要说拼头 你的朋友蕭若元的儿子 蕭定一在大陆做生意 是一件什么事 你回答一下我 盛顾 你一向拍照 吃饭 在一场合都不行 好了 热泡城 不要说泡 现在热城都迟了 还是来了 我没跟 清算派和热就已经分开了 好了 可谓交足功课成功夺出 九西一席 为他封足残延的政治生命 驻入新动力 好了 成功夺出 我当你说的这些是对的 成功夺出九西一席 你现在输了二千多票 你现在连自己泛民的基本盘 都还没拿回你哪个人 你还拿回 然后那边又多了几十万票 你还我们去招徒 你连自己的票都还没拿到 你哪个人 真的有两个人 我都要说 昨天我帮黄洋达他呈声 帮他退嬌仔 因为黄洋达从来都没有主张退招徒 我没有听 你还没有听 我都没有听 大家都不要说 不投反郭威回去刺激到泛民主义 是的 都会的 这件事会的 他又中了 昨天他也说 赵重研书其中一个大原因 都是退黄玉民 因为黄玉民 可能邮惠正这票没有给姚重研 为什么 第一 已经是不同派别 他不会给你 第二 就是屯路人就会过 第二 姚重研自己是连温和民主派 都拿消中万几票 不是 还有一件事 我很怀疑 现在你也不能够说什么 你现在可能里面有些本土派 一定有些含义本土派 我觉得是给姚重研的 那你也拿不回 你还说什么 不用说 我都说黄洋达证明了邮惠正有票 黄洋达证明了 说要给姚重研 说要给姚重研 你没什么事 你是不是打算加入泛民 怎会给他票 我们不搞狗 你已经偷笑了 已经给你面子了 老实说 把泛民的就是敌人 我们是这样打的 你都没得谈的 那当然 你说有没有一天 我会参加泛民 都可能会 看他做什么 政治就是这样 一向都是高高称的 好了 幸你还是参加姚重研 谁啊 幸你也可以叫人投姚重研 我又不会叫人投他 但是别人投他 我不是很反感 相对底下 相对底下 不是很反感 为他风促残年的政治生命 注入心动力 你老母 他还有什么政治生命 我真是想说 又不敢选 又没有去 nominated endorse一些人出来选 他已经转去射马了 你怎么赢人的事 昨天狗狼串 我成身都是钱 赢得多了 多了 多了 这句多了 多了 多了 我懷疑他真的学习我 我的钱真的多了 你失败者 你等我才说 他说 香港政壇之似 不是劉剛華也非劉千石爺黃毓民 千古罪人民主叛徒之首非黃毓民莫屬 斯汪娜 我想你真的應該要道歉 你再討論黃毓民也沒有問題 你想想你整段事情是一句事實都沒有 純粹抹黑 亦有很多人我跟大家說 因為他不喜歡黃毓民 譬如本土派也有人不喜歡黃毓民 但是他們也知道這個不是事實都好 都未必會出來說話 未必會稱讚好 但是甚至會分享 或者不分享 不會跟別人辯解 為什麼呢 因為只是私怨 你說什麼 說什麼 所以你說香港人 你說有什麼好爭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好爭 你這麼想無恥的 現在Swaner去到無恥 當年推動五居公投已經很大貢獻了 老實說 有些事情 太后叫我千萬不要說 有一次她在旅行的時候 跟我說很多話 她以為只有我 原來後面有個網友睡著了 那程車過了幾兩個小時 那個網友起床 太后才醒醒 原來有人在 那個網友 拍拍太后都是難為理 有些事情我們都免得說 因為毓民自己不說 我們都免得說 不止五居公投 你看到現在 今次今天 你看到昨天的節目 有哪個罵中共 罵得這麼狠狠 香港 全港 你說完了 你現在看得很清楚 那些人都還不醒 我不是為了支持毓民 她都年紀大了 喂 哪有說錯 哪有說錯過 哪有說錯過 可能有些人是罵錯過的 但現在看個形勢 整個部署就是要搞死黃毓民 就是這麼簡單 你好像今次這樣 為何要搞 好像你說很有部署 搞死姚重賢 其實他搞死你固然就好 我想建制派都沒有想過會贏的 你真是黃金比例 這次泛民真的以為姚重贏 太輕敵了 整個泛民也是太輕敵了 當然 我要講講關於我自己的憤怒 我問你們好嗎 我不是很貪這些名字的 事實上我真的不貪 但我見到一個二個在打雞屎 包括沈四海 雲立梁 全部避風衛 招土天王 招土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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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招土領袖 是不是因為我Barryville媽的帳戶 被人撥了一張 出不了帖子比較少人看 老實說 我不敢說我是獨一無二 但講到招土 極其量就是去到我這個層次 你不能夠突破我這個層次 我已經講到大家一起含家產 七百萬一齊死了 喂 雲立梁和沈四海都只是投八票而已 嘩 你實在太多賓州 我是一家幾口 連同我老母 我老婆全部投... 阿彪彪 那我老母你不用掌心慮 我身體力行 那天我跟著她去碼頭 但我老母大大聲 其實不可以這樣進去 你是誰 我的兒子 好啊 那就登記完了 那我把東西投票了 他就說 什麼啊 我老母你不用掌心慮 你進去吧 最終見到鄧家彪 就說 吸吧 表你了 好啊 其他名字就會被人罵 你 我專門就是這樣 為何有事 鄧家彪 其實都未必有事 我告訴你 就算有時候國惡 他都是... 但是你真的要有個勢先 例如普通鵬鵬 人家當然是什麼 我都不知道 有多多 你兩位是選舉主任 我為何呢 我現在講一講 我要爆一點 我現在很期待 下次我為了我們生意 但我也要跟你們商量一下 昨天我們自己一邊聊天 我問不是啊 如果最好的宣傳 現在比你晚報這樣 我又要做生意 那我要找全港知名度 比開夜晚節目 參選 參選吧 選舉主任是誰跟我說的 對不對 你憑什麼東西啊 我真的好像現在這樣說 我現在是屌你媽媽 你憑什麼東西啊 你什麼東西啊 你什麼東西啊 屌你爛什麼爛什麼爛什麼 爛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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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爛到三級主任 你認識政治 你說我不是 我多少愛國啊 屌你媽媽 那我肯定爆了 是啊 肯定爆了 那時候我叫你選 然後那些人 他如果給我 我就過了 他如果不給 又有很多人訪問 我要示範 其實我真的想示範 激進派 現在是差一些什麼 其實就並不是我 事前所說的 什麼論述那些什麼 你都希望是石頭過河 激進派 其實就是差一個 真的要顯示到 那種氣勢的人物 氣勢就不代表他一定是領頭羊來的 不是 未必代表他一定是領袖 但是他一定是領頭羊來的 那些全世界激進派 他有很多大佬在裡面也好 但是他走出來那裡 起碼一聞一聞一聞 你每個人都在領袖 走出來 你看范國威 在斯文堡 或者你見到游偉正那些 你真是咬牙切齒 咬牙切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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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被人趕走 暗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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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有些人裝自民 例如林輝脫自綁 咬牙切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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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女生就不能夠綁化 我們不要密化女性 你再咬牙切齒 咬牙切齒 咬牙切齒 立法會想準備破門 搞得很醞釀的時候 你才咬牙切齒開門 咬牙切齒 咬牙切齒 最好他最算是刑事罪行 如果不是當然要這樣 咬牙切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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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瑜伽 後面齪切齒 咬牙切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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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養你,你不要激進派 就算普通市民都知道 咬牙切齒 derive the same-象牙切齒 某牙切齒 一 Á還有 boca 咬牙切齒 那些扁案 它的臉法 这个臉法 夾�� мог digestion 他講一下的 鄺俊宇的職能軍員 你坐下 你坐下 你真的怎樣 你真的怎樣 我真的要示範 你起碼輸人也不要緊 人家拉你出去 人家都覺得 人家都覺得你又有型 當時在清朝是這樣的 每個人都喊 起碼都這樣 那時候他們反而認識 那時候都是那些 對抗爭者是認識的 我真的很憤怒 這句話說給人家打 那句話說給人家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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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句話叫李智星 我不知道李智星是甚麼 我跟Kiko在那裡吵架 就說給你2014年出來 都不做事了 還想著賺錢 這句話說是以前的粉絲 相信我 那句話說 我真的被你氣死 第一 我不是又選議員 charlestick 又是說其他事情 就算我不能做 因為當時我在 type Important我成班去澳門 結果我們是不是要去拿著女IR 當然我那個女兒是我老婆 吃吃吃吃 賭錢 你就是萬一年都沒事 ätds gibt便在家裡 我是明白的 其實 Arek Fleer 其實是用世代論來講香港,是的,這是事實 不過對著這些傻瓜,這些傻瓜也不能做 真的不要說我會說他 每天都在看別人去做一些事情 你不要看別人去做一些事情 你看別人去做一些事情,看什麼傻瓜 老實說,每一個人其實很簡單 真的,我經常都說過 每一個人做到自己基本的事情,其實世界就是因此會改變 但是你連基本的事情都不肯做 像泛民一樣,票又不肯投 那你選擇是怎樣的? 輸了就賣地眼,因為又要罷食他明哥,深水埗 你又關明哥什麼事? 他們要說 那他就要罷賣謝霆鋒了 是啊,就算你對抗爭者 有時候我都說你賣地眼,為什麼呢? 賣泛民會得灰,賣泛民會過你教他 你要做就不能賣,是做和不做的 所以我對香港是很困難的 但其實你也可以做到的 不是啊,我是很困難的 因為其實大家說這麼多 又是什麼呢? 不肯夠薑的嘛 不肯夠薑的 就是這麼簡單的 所以希望別人可以代自己 夠薑 然後自己就 然後到別人拿東西的時候 留兩隻眼淚去投票的時候 就覺得很久會感動 或者捐一下錢 或者捐一下錢 或者特別是現在那幫泛民 我不太抱歉 現在真的我要這麼說 我不是要撩不撩票 我希望你們總之會醒 如果仍然想著 在這一輩子 仍然覺得要支持泛民 或者我們都不是支持泛民 很歐 但是我不投票 我也做不出 其實老根有些問題 以及都是奴隸心態 連余英時那時候 不斷移植 八十歲就 休息一會 踏入三月份 一級賽馬方程式 將會有優惠給大家 對 只需要用三百八十八元 就包了所有package 對 所有東西包括 看我們的節目 MP3 以及每次賽日 提供的臨場提示 如果大家想由三月 一直看到貴尼七月中 一個價錢 一千六百八十八 就已經包了 最重要 還可以參加一級馬王 每個月最高 模擬派出的訂戶 可以得到一千元現金獎 而第二名可以得到 二百元MIHK的QPON 如果大家想訂閱我們節目 記得打去 39558673查詢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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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